哈喽大家好呀 这是简简 有没有跟我一样每天沉迷在各大老婆的颜值当中的 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一 而我呢可以说是摸爬滚打在日系美少女的海洋里面 少说的又三年了吧 就是这样看呀学呀终于被我学透透的 成功的把自己从普通人到这样 觉得日系的话呢可以给我扣一 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脸上这个日系氛围感的妆容 温馨提示本期视频呢有超级多的干货的 学会了你就是下一个日系美少女 首先是要把眼镜摘掉 我一般会先挑一种棕色系的美瞳 外面是一圈棕色里面是一圈粉色 第一步肯定是先要戴美瞳 因为我本身五官的话优点就是在眼睛上 所以我肯定是不会戴眼镜的 如果你的眉毛是像我一样比较浓密 比较杂乱的话一定要先把眉毛修一下 我很推荐这个松下电动修眉刀 好多好多天没有修眉毛给你们看 我说怎么修眉 把眉毛周围的砸毛都修饰干净了 然后眉中也不要忘记 修过的眉毛就会看上去更干净整洁 然后舒适美观 化妆之前也要注重这一些细节 然后才能打造比较精致的妆容 因为冬天北方这边还是挺干的嘛 所以呢最好可以在上妆之前呢 涂一点保湿面霜或者是妆前乳 然后在上底妆之前呢我们先来遮一下霞 因为我脸上的痘印最近实在太多了 最近有在试着刷酸嘛 然后这边呢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这边又比较严重起来 我最近买了这个遮瑕刷 震的时候人手一支好吗 我这个是743太好用了 给你们示范一下 涮一点这个遮瑕膏 再有痘印的这块地方戳 是不是很方便 就跟摸摸皮了一样真绝了 这个刷子 稍微做一下我这黑眼圈 做黑眼圈的话就把这个刷子缝过来刷 用的还是它的鱼粉 这个刷子还很便宜 我看一下 我这支是10块钱买 真的不是广告 我买之前还有看一些功课 就是刷子的测评 也有看一些比较贵的刷子 但是我觉得刷子 就是我对它的牌子没有什么追求 只要它好用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买太贵不是很重要 除非你很喜欢那个牌子 为学生党考虑的话 买这个刷子那是不亏 而且我发现这些美少女的头发 都是很服贴很清爽 如果要是发量比较少的话 这个我实在是没法帮到你们 因为我发量确实是挺多的 推荐你们去看这个视频 它里面有教是怎么让头发变得喷起来 可以买那种假发片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 就是有那种头包脸的感觉 其实打造日系的氛围感 我觉得发质也是很重要 就像我的话之前是沙发发质 头发比较多 就是很毛躁打给半天才行 然后我就去把头发拉直了 拉直完之后就变成了日系 就是很服贴的黑长直就很好看 就明显就很不一样 发质是很加分的 所以就不要只关注脸的妆容精致啊 还要关注一下头发的发质啊 这也很重要的 还有头发的颜色 如果要是发质不太好 然后还染了比较空黄的颜色的话 所以可能就会看到里面有什么精神 就是也要多关注头发护理 粉底液呢我就会选色号偏粉一些的 周霞里不是很强 不是很厚重的粉底液 而且我本身的肤色都不是很均匀 是有点偏红的 然后我这个最近用到很喜欢的粉扑 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我有购买记录的 然后我还有买一款这个绿色的粉扑 这个呢是两片12块8分一个收纳盒 我有做一些功课的 我有全成档 这样款粉扑都是价格评价还好用的 它呢就是会泡水变大 会变得很软 有一点点吃粉 为了防止脱妆先在爱出油的地方定一下妆 然后我们看这些日系门女的眉毛都是比较野生一点的 就不能太粗 从眉中这里起一臂向上 就不突出这个眉峰了嘛 让它看上去更柔和一点 眉尾呢不要低过眉头 然后颜色呢也是眉头最浅 然后眉中最深 如果你的眉毛不是很浓密的话 可以用液体眉笔画一下这个眉头几根眉毛 我刚修改眉型的这个小棉棒 给你们拿一个新的尖尖嘴的小棉签 很推荐你们去买这个 就不管是修改眉型啊 或者是唇妆啊眼线呀 它现在就是我化妆必备的一个小棉签 买的时候它是我这样的五大包 然后呢一共是五百只 只需要五块钱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真的就是很实用 如果你的眼线画错的话 用它改超级超级的方便 只需要这样一滚一下就好 不然眼线画错的话 都要用那种西装水来去改 西装水会破坏你的底妆 就是你再小心也会破坏你的底妆的 擦度完全不会 所以很实用 我之前呢想去买一盘橘妆的眼影的 然后我就去店里面试试嘛 然后当时我就好喜欢这一盘 橘妆迪士尼系列奶茶盘 最后呢我就在网上买 就是期待了好久 这个呢也是一种一盘就可以画全脸的那种 给你们看它整体就是很日常的奶茶色调的哑光盘 包装是超级可爱的 还有一个小镜子 它里面还有一颗小花生可以用来修鼻影 这个高光还有腮红都是很自然很显顿的那种 先涂一下这个嫩粉色的腮红 腮红的位置呢不要太靠下 太靠下会有点土土的感觉 就是在中间这一块 颧骨高的话就不要涂太靠上 欧美的腮红可能会涂出一下这个颧骨 咱们是日系可爱嘛 就中间眼下这一块就好 少点在鼻头还有下巴会显得更可爱一些 蘸一下这个小花生来修鼻影 日系妆容的话看不到太多的修容 只要一点点 我把眉毛和双根连针的这个位置勾勾出来就好 顺着这个鼻形呢修饰一下这个鼻头 用这个没有细闪的高光 粘一下法令纹 粘在这一块 法令纹这块凹进去就凸出来 然后涂一点点在这个鼻翼周围 侧面看的话其实我还是有山根的 但正面的话不是很明显 刚刚这一块是暗它就亮起来了 也让一下这一块 这边就是刚刚修过容 这边就是没有修过 现在五官已经变得逐渐立体了起来 然后我们再看眼妆还有唇妆 眼妆也是这一盘 然后它的打底色都是比较消肿的那种 珠光呢是用两个颜色 一个暖调一个冷调 日系妹妹的眼妆都是很淡很淡的 我们先戴面记得打一个底 稍微深一点的立棕色来加深一下这个眼尾 去把很直的细节刷 棕色的眼影呢来填一下内眼线 最后用那个鱼粉来勾勒一下这个卧残 其实日系妆的色美感 其实它没有很多很大有大亮片色 用一下这个带亮闪的高光来体量一下这个卧残就好 最后呢就扎睫毛 用睫毛打底 用这个小棉签把睫毛一根一根的梳开 然后我们一只眼睛的眼妆就化好了 我觉得这个差别还是有点明显的吧